財經系碩士班 大家好 我是目前就讀亞洲大學財經系碩士班的年博員 我今天要來回答幾個關於財經系常見的問題 實習或者是就業不外乎就是三條路 那就是證券 保險 銀行 當然還有其他公司也會開出一些實習的名額 就業基本上也是朝著這幾條路線在走 然後看你個人的選擇 那證券不外乎就是業務類跟研究類 然後當然還有像是內勤人員這樣的角色 保險公司最缺的就是所謂的保險業務員 專業一點名詞叫他的保險外勤人員 當然也有像是助理這類的職缺 銀行基本上就是行員 理專 當然還有很多部門像是外匯 法人之類的 基本上在高中接觸財經相關的領域其實很簡單 多去讀一些投資理財的書啊 那個經濟學科普的讀物啊 極簡經濟史啊 這類的東西 當然我也很推薦一本書 像是富爸爸窮爸爸這類建立觀念的書也是很好的 財經與生活當然是非常的齊齊相關 從你個人的投資到你自己的保單 這都是財經的範圍 甚至廣一點來說 像你家的房子多少錢 車子 車帶 這類的 也都是財經的相關的領域 然後想要創造可觀的被動收入 然後想要玩大錢 像現在很多外系的同學來修我們的課 他們都告訴我 他們看那些線型 那些價格線圖 他們看得非常的吃力 然後像我們財經系本科的來講 那看那些圖完全不會覺得費力 然後以我個人來說 我已經有一家私募基金公司想要延攬我過去 那都已經達到我當初念財經系所設定的目標了 財經系未來趨勢 不外乎我們常聽到的幾個名詞 大數據 人工智慧 或區塊鏈這些方面 那很多人會想知道 要怎麼因應這些領域的崛起呢 基本上呢 不外乎兩個方向 第一個 不要排斥業務工作 第二個 你可以跨領域學習 去學跟城市有關的專業 那都對以後未來財經的發展 或者是因應都非常的有幫助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看你個人的志願之所在 我個人當然是會推薦你來就讀財經系 因為我當初就讀財經系的目標 不外乎就是創造被動收入跟玩大錢 那這都已經慢慢的付諸實現了 當初覺得自己有所不足 所以繼續留下來念研究所 在念研究所的過程中呢 我開發了期貨的操作策略 還有股票的交易策略 然後這些呢都很成功的幫助我在未來就業的道路上有所進展 目前已經收到一些私募基金的邀請去他們公司工作 然後我希望在未來能看到更多優秀的學弟妹加入財經系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